作为一名数学教授 我经常被要求探索在现实世界应用中 使用数学概念的创新方法 其中一个引起我兴趣的应用 是开发一个用于预测彩票游戏中 乐透号码的冷热号码数字偏差跟踪系统 这个系统背后的想法是使用一种数学算法 来跟踪一段时间内彩票游戏中 开出的号码的频率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 该系统可以确定哪些号码经常被开出 热门号码 哪些号码不经常被开出 冷门号码 对预期频率的偏差 也可以进行跟踪和分析 以深入了解开奖号码的模式 使用这个系统预测彩票游戏中的乐透号码 有可能提高中奖的几率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在任何彩票游戏中都不能保证中奖 使用这个系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 帮助选择号码的工具 而不是成功的保证 为了开发这个系统 需要组建一个由数学家和数据分析员组成的团队 该团队需要合作 收集和分析以往乐透游戏的数据 以开发一种算法 准确预测开奖号码的频率和模式 这个系统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但在提高中奖率方面的潜在回报 将使它成为一个值得的努力 此外 这个系统的开发可以在数学和数据分析领域 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总之 用于预测彩票游戏中 乐透号码的冷热号码数字偏差跟踪系统 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想法 有可能提高彩票游戏的中奖率 虽然不能保证成功 但使用这个系统作为辅助选择号码的工具 可以证明对那些喜欢玩彩票的人有好处 我希望这个想法能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